才能满点的他 涉及多方面的偶像 歌手演戏 艺能全方位成功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孤孤蛋的少女家长 金士正 1996年8月28日 出生于全罗北道 小时候父母离异 他就跟妈妈还有哥哥 一起搬到金基道 和亲戚一起住 因为家境贫困 所以学生时期 曾依靠政府补助过活 在放假时 没办法吃学校公餐的日子 就靠政府补助 每天能刷 3500韩元的卡片吃饭 最常吃炸酱面 集满点数后 偶尔还能换糖醋肉来吃 妈妈很努力 到处打工赚钱养家 不仅做过送牛奶的 还做过家教 试过各种工作 最后在小公司里面担任会计 看着妈妈这么努力的样子 她也觉得自己必须要努力过活 之后因为想唱歌当歌手 但因为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如果不红的话 会觉得很对不起妈妈 所以一开始要跟妈妈提出 自己想唱歌时 她觉得很害怕 不过妈妈告诉她 想做什么就去做 不用担心妈妈 获得妈妈支持的金氏震 2012年16岁时 参加了选秀节目 K-pop star第二季 在第一轮比赛中的表现 虽然被剪掉没有播出 但是她成功进入第二轮比赛 并和另一名参赛者 合唱了太阳的I need a girl 被YG选中 进入YG当练习生两个星期 但在之后遭到淘汰 无缘晋级总决赛 2013年9月 她以三千分之一的竞争率 进入了现在的所属社当练习生 经历两年三个月左右的练习生生活后 2016年她代表Jellyfish 参加MNET企划的 韩国第一个经济公司大型企划女团 生存实境节目 Produce 101 节目中表现亮眼 从一开始就在上位圈 虽然舞蹈实力稍微不足 但歌唱实力很坚强 也受到导师们高度的评价 具有舞台魅力 一开始就抓住许多观众的视线 另外她还有直爽开朗的性格 以及坚强的意志力 和善良的本性 因此获得许多粉丝的支持 除了节目中某次小组评价 获得了第三名之外 每次几乎都是获得 前三名的好成绩 最后她也以第二名获得出道机会 2016年5月4日开始 以11人女子组合IOI 进行为期9个月的活动 同时2016年6月28日 以原公司的组合 哭哭蛋成员身份再度出道 结束了首张迷你专辑后 回到IOI发行第二张迷你专辑 其中主打歌在韩国八大 音源榜首次获得全部的榜首 也在音乐节目中获得一位 IOI在短短几个月内 非常的活跃 出道的那年获得非常华丽的成绩 2017年初发行告别曲 也举办了告别演唱会 并在音乐节目中拿下最后一次一位 为团体画下完美的句点 之后她就以孤孤蛋 活动至今 虽然她以一名市政出来活动 但因为过去参加节目 和IOI活动时都使用本名金市政 所以称呼她金市政的人更多 在团体中她担任主唱 也曾经出演综艺蒙面歌王 虽然在第一轮被淘汰掉 但展现了优良的歌唱实力 发音非常准确 唱歌时的呼吸也很稳定 声音也非常好听 所以也获得了许多称赞 在produce 101 刚开始练习主题曲拼命时 许多练习生都感到困难的高音部分 金市政却能边唱边跳 毫无误差的完美消化 在孤孤蛋中是最有人气 活动也最多被称作是少女家长的她 过去在欢迎秀中担任助理主持 就展现出综艺感 也被金中国称赞 艺能表现被看到之后 受到许多综艺节目的邀约 Get it Beauty 2017 丛林的法则 明星来解谜 切力略 觉醒的宇宙等 节目中担任固定成员之外 也参演许多节目以及广告代言 还担任了大型现场活动主持人 在艺能方面十分活跃 担任综艺请给一顿饭的嘉宾时 节目中的表现被江浩彤 以及李静奎大力称赞 甚至要她固定出演 在男性艺人都觉得很辛苦的节目 握拳传笛声中 她出演了人资导片和立水片 即使面临各种超乎想象的任务 她也是努力完成挑战 并获得了主持人的称赞 节目中不管是性格还是胆量 体力以及实力都备受认可 而她出演的人资导片 也成为节目的最高收视 过去在Produce 101中 曾耐心教导实力不足的金属会 偶像明星运动会中 也特别照顾其他团体 独自参加的成员 可以看出她非常善良热心 而虽然她是女偶像 但也被称作是肌肉偶像 过去在节目欢迎秀中 曾汉被称作是运动偶像的Sister 比婉莉 轻松的就赢过了四人 之后比腿力也是轻轻松松的就赢了 也在许多环节以及其他节目中 展现出惊人的力量 不仅能跟男艺人比婉莉 还可以背起男艺人 甚至两名女艺人 而在许多照片中 也可以看到她精实的身材 最令人惊讶的是 在视力的时候 她看起来都面带笑容 似乎很轻松 虽然金士正经常展开笑颜 但是她有着悲伤的过去 父母离异后 从六岁开始就没有跟爸爸联络 直到国三才重新联络上 到现在也保持着联系 在produce 101中 某次发表感言时 一边流泪一边说 这句话也让花鹿成为流行语 之后在欢迎秀中 激口看了金士正写给妈妈的信 获得灵感 用20分钟作词作曲 创作了花鹿 金士正和郑采娟在节目中演唱后 获得许多好评 之后金士正便用这首歌曲 发行个人数位单曲 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知道她过去的故事 再来看这首歌的歌词 更能感受到歌曲里面装载的情感 2018年在《咕咕淡》的 第三张迷你专辑中 首次参与作词 之后在2020年3月发行的 个人首张迷你专辑中 也参与了大部分歌曲的作词作曲 再次拓展了自己的才能领域 除了音乐和综艺发展之外 金士正在戏剧方面也有所成绩 2016年首次参与戏剧演出是 KBS制作的首部网络剧《心里的声音》 在里面客串205号房住户 2017年在电视剧《学校2017》中 首次担任女主角 也借此获得KBS演技大赏 《最佳女星人赏》 2019年出演电视剧《让我聆听你的歌》 并获得KBS演技大赏《寒流明星赏》 2020年6月首次参与音乐剧演出 而最近刚播出的电视剧《惊奇的传闻》 本剧讲述恶鬼猎人组织KONTER 伪装成姐姐面馆的电源 打击从死后世界来到地球 追求永生的恶鬼的奇幻故事 里面她饰演女主角杜何娜 她拥有敏锐的听觉 而且能够推测恶灵所在的位置 当手接触到人体或物品时 瞬间就能读取其过去发生的事 喜欢金士正的粉丝们不要错过了 因为金士正拥有深邃的双眼皮 因此之前经常有她整形的传闻 网友们开始找她过去的照片 K-pop star第二季时期跟现在长得差不多 所以不被认可 还找了国小国中的照片 但都不被采信 最后是她的熟人看不下去 才将她幼稚园的照片上传网络 而看过照片之后 就没有人再说她整形了 在歌唱 综艺 戏剧 音乐剧 创作等多方面都涉及 并且都备受肯定的她 常被称作是神事正 而虽然是20多岁的少女 但个性大啦啦 讲话和动作有时都会有点大叔的感觉 所以也被称作是大叔市正 整书等等 看似一路顺风的她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粉丝们看着她一定都会有被鼓舞的感觉 希望未来她可以继续在演艺圈发光发热 继续带给粉丝正能量 以上就是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永远走花路的金士正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